我有一个小问题 两位一个是导演 一位是制片人 一个是花钱的 一个是省钱的 这工作当中最大的分歧是什么呀 分歧 就是 他让我怎么做我就 他的事是做 那不叫分歧 那不叫分歧 那叫孝顺 人家让怎么做就怎么做 哪叫分歧呀 回答不出来就可见没有分歧 没有分歧 聪明 真的回答不出来就没有分歧 我问一句不该问的话 在现场吵过架吗 没吵过 净动手了 从来没有 没有说话的时候 对 净动手给他做按摩了 那个 据说凯歌老师看着您 每天这么辛苦 经常特别的心疼是吧 有没有安慰的话呀 基本上不心疼的时候没有 是这样 我的个天哪 我又听了一个小道消息 我能说吗 是 他们说有时候你们经常为小事吵架 牙膏那盖没盖上了 马桶没冲了 就类似这个事才吵呢 是吗 我们俩基本上 是都每次不开心都是因为小事 没有大事 最小的事是什么呀 最小的事我看 就是昨天中午 我让他一点钟吃饭 他没吃 我一点半到公司 他还没吃 他因为十二点吃了一回了 因为不好吃 所以他没吃 我跟他打电话 我说是我做的 你一点钟一定要吃 那不说你做了就吃了 对 这事 秘密就在这 是吧 为什么没吃 还有一个事 据说 陈老师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挺慢的 女的都这样 一般来说 您经常在门口等着 等得很不耐烦是吗 这种情况 是可以解决的 手插着腰 这手推着电梯门 就这么站着 他马上就出来了 特别尴尬是吧 他不尴尬 他就满脸带笑的 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俩什么也不说 电梯门一合上 在电梯里打 该往上走 往上走 该往下走 这就过去了 这就过去了 我记得有一个什么 平戏花园美里边 关于这个女的出门 还唱了这么几句 平生不把别的怨 怨的是 女人出门就太麻烦 早就应该走 还得等半天 摸摸蹭蹭蹭蹭摸摸 没有个弯 没有个弯 以后就唱那样 你要把这几句学会了 学会了 站在电梯那唱那个 守着门口就能卖票 哈哈哈哈